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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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朋友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是12月26日 過了聖誕節 今天是Boxing Day Boxing Day在英國其實很多地方沒有開的 不過有些地方開的話 他們一減起價值就減很多 現在他們在哪裏呢 就是Cardiff Cardiff是威爾斯的首都 我駕車大約三四小時 駕在這裏 這裏就是Cardiff的中心 有隻大海鷗 剛才他不知道在哪裏撿了一包東西 然後駕了 放在車頂上駕下駕下駕下 我猜早了早餐 Cardiff的中心 其實大不大 大小不小 都有些東西走走走 但是我不是說這裏 我現在就是拍下車等位 因為所有Cardiff的中心都一樣 拍車是困難的 在這裏等位 同一時間 前面就是一個Outlet 就是一個步行街 還有很多Shops 那個叫Hops Outlet 一會我會拍下 拍好車之後 跟大家去走一走 今天幸好又不冷 並且早兩天下雨 所以現在就十度八度 都舒服的 現在走回到剛才說 Shopping Center的地方 這裏就見很多人走出來 就有一袋二袋 所以這裏就應該沒有錯了 真的來這個Shopping 因為聖誕節其實很多地方是沒有開的 今天就是12月26日 似乎有些Coffee Shop 有些都是吃東西的地方開的 其實都是這樣說 因為英國人很注重聖誕節 而且很注重這個Family Time的時間 很多其實12月初12月中已經關閉了 因為他們都要準備聖誕節 對嗎 很多海鷗 這個地方算多人了 英國來說 不像在香港銅鑼灣網所說 周圍是人 但這裏已經算多了 楊衛伯甲 這個海鷗很大隻 這個步行街我第一次來 Cardip我也是第一次來 因為上一個假期 我們去了Scotland 去外丁堡 所以這次就來Wales 英國本地旅遊 其實都是很多地方可以玩的 不同香港 很多香港人一放假出外玩 很多香港人 每年一次長旅行 一次短旅行 或者中間加插一個中旅行 但英國人來說 當然他們都會出國玩的 去歐洲 冰島之類 但平時他們都會很多時候 留在英國 在自己國家裏面 即國內旅遊 尤其是疫情 去到周圍又要隔離 回來又要隔離又要檢疫 這樣 唉不要煩 不如留在國內玩 跟香港一樣 是不是 不出去玩的 就留在香港 走一山 原本這個假期 我安排了去瑞士 意大利 機票買了 結果最後都要取消 不是取消 是押後假期 押後假期 幸好機票加少錢可以改 咦?這個 有麵包店 改了四月再去 再去歐洲玩 原本是想去外爾蘭和北外爾蘭 因為想著開車坐船過去 誰知道去到買票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帶貓去 這隻貓 又要確保它打了兩針 檢疫 不是Kofi針 即是普通那些 貓狗的防疫針 因為我的小貓還是小 還未打 所以不要搞女 說來說去也是 免得煩 所以這次就真的 在國內玩就算了 二間店鋪 這間店有很多人排隊 Joliby 以前在中環有一間 是不是近交易廣場那邊 以前去長洲 在交易廣場 還是環球大廈的地鐵站 一出口 旁邊有一間 我記得 是很多菲律賓人非用 星期日聚集的地方 但這裡不是 有很多英國人在排隊 好 他們走了 真的想不到 想不到這個位置 這麼多人 昨天25號 這條街真的很靜 沒有人沒有車 因為每個人都回到家 過節 可能大家過完節 吃飽飽了 出來逛逛 消化一下 幫助自己 這步行街 算多人 也很長 JD 這些運動用品 其實那些東西很便宜 但它就 排隊 有朋友真相 這麼多人排隊 就證明好東西 它賣很多運動用品 但那些運動用品 不是一些最新的模特 可能有一些斷馬 上一季度的模特 就是 上一季度的衣服 尤其是 有些球衣 它都很便宜 但你不要想是 最新轉會過來的球衣 甚至乎 你可能買到球衣 就是 那個球員已經轉了會 轉了會 去了另一個球會 已經 但那些球衣 就會 在這些地方拿來買 沒有所謂的 如果你喜歡那個球員 他轉了會 你也是可以展示你對他的支持 擺回去 救會的球衣 實際上 有些球衣 它本身質素都很好 你不要管 不要管 它是 什麼球員 什麼號碼 你不就當普通運動衣服 穿 便宜上來 真的很便宜 可能幾磅 買到一個Nike 或者Adidas 的球衣 現在進了 暴行街 裡面的 其他商場 都很多店都開了 其實 他 有電話店 買服裝 帽子 都開了 人都很熱情 見我拿著鏡頭 給我打招呼 其實為什麼這裡 大家覺得 一些叫 亞洲人 人 或者可能 應巴籍人多 因為今天是12月26日 如果白人 昨天開派對 喝醉酒 你看 今天是沒有這麼早出來的 現在是早上 12月26日的早上 但如果一些 某些國籍 或者種族的人 他們是不喝酒的 所以 他們 可能也會 聖誕節 開派對 或者慶祝聖誕節 所以這些人 趁今天假期 出來逛逛 No offense 真的不是種族歧視 只不過是 每一個人種 有不同的自己的生活習慣 和過假期 過他們節日的習慣 有FREE 英國這麼多網絡 最差是FREE 但是沒有搞 初時也用過 發覺很多地方是收不到的 所以算了 不要貪便宜 這裡的商場真的很大 一個商場連著另一個商場 那個商場還未走完 因為石旦樹那裡 就是一個十字路口 我走了兩個翼 只有兩個翼都未走 不過現在 將會走另一個商場 今天天氣好 因為早兩天下雨 可能 所以今天天氣很好 晚黑也下雨 地下也濕 現在進入另一個商場 嘔 隻狗 很開心 因為我戴著口罩 所以說些東西 矇矇矇的 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見諒 剛才我打算買球鞋 不過我兒子又說 這邊的商場還有很多選擇 其中一個就是Sports Director 這個減價 平時也便宜 其實 今天可能可以再減 50% 半價 因為我想買些跑步鞋 平時工作太忙 壓力太大 真是跑步 減一下壓 以前真的 一個星期跑三次 跑到半馬 即20公里半馬 意思是 Q馬 40磅 45磅 其實本身它開價也是便宜 再加上現在再減 因為Sports Direct 它的商業模式 就是它不是買些最新款 給你的 即不是說拿最新款出來買 它是一些 剛剛過氣的 即是可能某些牌子 即是去年最新款 今年又有一些更新款 那去年那些 那些全貨怎樣處理 就是給你Sports Direct JD這些 賣運動用品的速銷店 下去賣 所以它的款 如果你不是追求最新款的話 其實這裡買鞋 買運動用品 買衣服 其實是很便宜很便宜的 我喜歡走這些地方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所謂 即是你說什麼牌子 什麼都好 真的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牌子有所謂 但款就真的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有時候那些牌子 買一些好的 就更耐用一點 之前我所謂的就是 運動用品 萬聯球衣 原價就是65磅 減完之後是35磅 其實那個牌子也不是差的 不要說萬聯這個 印了Logo上的這件事 就是說它 都是Adidas的 是不是 35磅買到一件Adidas的衣服 對 而且是一個球會 這些外套 這樣 小朋友外套 30磅 接著看一些鞋 這些是女士跑步鞋 我老婆應該對 我老婆應該做多些運動 有時候在家裡 可能因為太舒服的關係 又乾淨又暖 變了少出外活動 就不太好 而且出外也開車 尤其是冬天到處下雨 現在一部車拍著門口 拍著前院 一出門口 就立刻上車了 所以變了 其實走路 做運動的機會少 剛剛有香港人 認到我 跟我打招呼 不過不想拍到它 所以我就遮遮鏡頭 然後就先關機 跟她談了幾句 原來她住在Wells 其實住了很多年 原來 住在Kardif 住了很多年 所以她說 這裡其實挺好住 還有 生活 工作 生活 速度會低 工作壓力 沒有那麼大 這裡我看到 有不少香港人來這裡住 有些人認到我 跟她打招呼 她說都有看我的影片 我也很感謝他們 很感謝他們 對我的影片的支持 其實是 最近這一年 這裡是多了很多香港人 還有很多他們都認到我 有些人跟她打招呼 我很開心 多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 你們的支持 還有在我的影片 我的影片給點讚 給點讚 是我們繼續拍片的動力 其實有時候 未必一定是全部有關於商業 有關於土地 有關於生活也好 嘩 減價 減到5磅已經便宜了 就2 for 8 pounds 很便宜 不過我兒子穿不到 我的兒子大 已經十幾歲了 已經 這個Sports Direct 其實真的很便宜 大家住英國也好 來英國旅行也好 可以來這裡尋一下寶 英國12月 是很早天黑 現在5點鐘 在那間Fight Guys的快餐店 吃完東西之後 走出來 已經黑了 不過都跟大家看看步行街 大部分店鋪都關掉了 除了一些餐廳 外賣店 那些還未關掉之外 在這裡講解一下 我後面就是John Lewis 就是一個很大的超級市場 不是 不好意思 很大的百貨公司 買的東西 也很好的 然後2個人 這裡就是Library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 似乎可能Library還未開 不過樓下餐廳正在營業 好 那這裡 這條街 和旁邊這條街 剛才我們已經走過了 很多東西吃的 很多餐廳 和小餐廳 有很多選擇 然後移回到這裡 這邊這條街 這個步行街 就是商場的店鋪 這個就留待大家慢慢走 很多店鋪我都沒有進去 因為購物是一般 而且 最好外面有些餐廳 大家如果平時來英國 去行大城市 就發覺一件事 就是 整棟商入大廈 樓下的位置很浪費 不會用來做餐廳 或者做一些小商店 樓下可能 無緣無故 就是四面的牆 或者可能只是停車場出入口 就是這樣 就變了沒有什麼街鋪的感覺 不過 在這個Cardiff 這個City Center 那邊的步行街 下面真的有很多商店 其實我們都走了不太久 其實走了四五個小時 就是走了整個步行街的一部分 我打算明天也要來走多一次 而且附近就有個城堡 還有一個千禧球場 明天就天氣好些 希望 也有日照之下再和大家走走 現在時間上差不多了 入黑了 我們就開始找回車 然後就走了 我們在倫敦、曼城、利物浦、百明漢 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也有幫助海外的投資者 在英國置業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電郵我們 去了解更多的資訊 你有點對 第三 ? 不是 Wochen